我介紹一下您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請讓您的委員會讓您 來參加這個活動 讓您的會員 我是 我本來在美國商業銀行合入 那我現在是在 清潮的社區大學 當那邊的電腦資訊老師 那因為跟Apple主任 非常我們合作了很多 然後這次 我領目的信息是 是我的推薦 好 我本身是在台灣水泥公會工作了30年 那我姓華 找到很正面是英雄所 那因為 今年剛好很缺 也考上了很會找一個證照 那以前 從以前在台中工作的關係 在台中住過 那所以原住民 我非常勉強的 我們發明什麼風雲記啊 北南族啊 林海族啊 都看一看過很多 那一年機會今天 我看到你們這個題目 感覺也非常好 因為我奮入到 以前那個自然的生態 那我本身也是阿里山的 聲林解說 我們解說的是 從這個生態 可能能夠 跟那個生態教育 他就是整個改變 所以我們就來參加了這個活動 那在這個活動當中啊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 你們最想要去 帶我們去分享的 那個裡面 還有就是說 在這個活動 你們覺得哪一個活動 是讓你們 印象做什麼 其實我這一次 我們這兩天的戶外活動 雖然是天空不作美 可是我覺得 像昨天到泰巴拿 套馬藥舞蹈 他的那種熱情 我覺得這裡原住民 他們的熱情 他那種是非常 我們心意發出來的 然後像今天 我們去菜市場 然後去買菜 雖然都 外在的 歐巴桑 他們也非常的 很熱情的 比方說我們要吃 那個叫金瓜吧 他很快就拿給我們 說你嘗嘗看 或者這個什麼 我覺得這種 你真的是可以帶回去 讓大家來 像今天吃的這個菜 也非常的特別 我想說 A介紹給台灣的這個 這個大眾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資訊電腦 網路這方面 我還蠻 蠻有一技之長的 我想可以經營網路的話 去先 告訴給我們的大眾 謝謝 我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就是 從那個吳老師 吳學老師 他編人的演唱 他聽說 還有去細菌 那我是覺得說 當教官 然後 對他自己以前的那一種生活 我非常嚮往到 有人說 怎麼是深空 現在怎麼 他傳統都已經 他總管 所以他從 他整個家庭的投入 還有一些朋友的幫忙 他收集了相當多的資料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 黑沙米 很多延伸的那種植物 不會因為土地的開墾 土地政見的 那個變成故事化 很多 我們以前 常識的延伸都不見 那今天 跟昨天 我看 我還是需要很多 很熱情的人士 他能夠投入 像昨天去看他 種的那一種黃騰 他說 我一個月可以賺很多錢 可是呢 我願意投入我的土地 讓我的土地 能夠充分的運用 也不要因為 外人的不了解 哈梅族的整個 生活方式 而讓他們原來 可以利用土地 漸漸的減少 而投入一個 不正 不是說不正常 就是說 比較不適合的政策 然後讓這個哈梅族 整個的生活方式 會改變 我覺得這個是 讓我們會很感動 那今天 好不好 我們吃過很多 這一輩子 從來沒看過 沒吃過的菜 那 以阿梅族整合的 那個飲食的方式 它是低脂 高纖 然後 無毒 有機 那我們 跟我們現在 在都市裡面 要買到有機的 東西都貴 可是呢 在我們在市場裡面 看到很多野菜的攤位 一大包的野菜 才有20塊 50塊 50塊就可以買到 求種施種的菜 所以說 我感覺說 整個哈梅族的生活方式 是值得 我們這個 都市人 來學習 你如何尊重你的土地 如何善用你的土地 如何把你肚間 留下來的一些 鐵菜啦 或是說 可能的飲食習慣 能夠能夠保護下來 然後介紹很多 體育的病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